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举字,举绝的举。 举字的国语注音是举,三声举,一举举,三声举。 鱼是用牙齿咬碎食物,并以口舌来辨别食物的味道,又叫做咀嚼,不过咀嚼食物之后就咽下去了, 但牛羊等牲畜因胃的构造不同,咽下去的食物还可以回到嘴里慢慢咀嚼,称为反厨。 由此隐身,对一篇好文章,在看完之后再重新玩味,进而理解其更深一层的意思,也可以说是咀嚼。 举举字同音,有这样写的举字,国语注音也是举,三声举,举是阻止败坏的意思,所以举恶是阻止压制, 举举举是灰心失忆,而举伤就是挫折失败。举又念聚,国语注音是基律聚四声聚,聚儒是指低诗的地方, 温天祥正气歌中就有,爱在聚如常的句子,而聚则则是水草聚声的地方,不过这个句子,古音又可以读注, 举还可以念居,国语注音是基于居,一声居,居是水明,在山东湖北陕西三省境内都有居水, 举字不可以念成祖,而这个举字虽然有阻止压制之意,也不念成祖,但念祖的却是这样写的祖, 国语注音是滋无祖三声祖,祖的本意是其神降祸于他人,也就是咒的意思, 所以诅咒二字经常是连在一起使用的,不过诅咒的含义并非是其神降祸, 而是希望那些坏人和恶人早日得到应得的报应与惩罚, 最后要提醒的是,举字有人不注意会念成祖,如举诀不可以念成祖诀, 而这个举字虽有阻止的意思也不可以念成祖,如沮丧不可以念成祖丧, 此外,诅咒也不可以念成祖,所以在读念或书写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,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。